为了培育更多足球身血走上职业足球之路 东方龙斯自2018-19球季开始 启动Project E拓展计划 挑选表现优异或具潜质的年轻球员 远乎欧洲学法 我们想多给一些年轻球员 有一个机会除了香港以外 一个比较良好的训练环境 可以帮他们更加发挥到他们的足球天分 我们想要是希望训练一些青年球员 给我们的一队球员 想在外面欧洲球会和一些球会合作 第一个原因是香港始终清分足球 有很多场地的限制 读书的限制 我们觉得我们龙斯足球现在的方向就是 足球面向欧洲 在欧洲可以帮助香港的足球员提升我们的水平 除了让我们一队有用之外 希望有些球员可能在其他联赛里面 发光发热 对于我们将来的香港队 希望可以制造一些比较强的香港队 其实在我们来看 香港其实缺乏很多有潜质的球员 只不过是缺乏一个更加有一个高质素的一个训练环境 足球来说当然是欧洲 无论水准或者市场的氛围 对球员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 当中的表表姐就是以普通牙和法国 都是一些水准比较高的地方 选择这两个地方亦因为我们有当地的资源 可以補充到我们的想法和计划 葡萄牙是其中一个我们的第一个站 为何会选择葡萄牙呢 第一号就是没有外援限制 没有外援限制就是说 你只要拿到水平9就可以去到铁合药 一仔这个案子是成功了一半 因为拿到铁合药是不容易的 你说是否很成功就未继续 都要看他未来两三年的发展 因为现在他拿到第一张铁合药 其实在欧洲也好 中国各地也好 拿到第一张铁合药 可能你都会打U19 或者打U23的青年联赛 所以说成功还要看他自己本身的努力 东方农斯比例 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去增值自己 欧洲这个平台 大家相信是全世界最好的足球平台 我希望从而可以增值自己 踢到更高的水平 从而可能最后我可以回馈到东方农斯 一仔的成绩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这么好和这么快的 这座椅比我们更大的信心 是继续做Project E的计划 我想Project E的计划是从葡萄牙开始的 现在我们多了法国这边的资源 我想这个计划我们会做得更快 所以这个范围更广 希望可以更多年轻的球员加入这个计划 我绝对希望有更多球员 可以透过Project E的平台 来到欧洲踢球 大大说是帮磁基比香港足球更多 你可以维持一些增值 先建立到磁基 再慢慢回馈到香港的东方农斯计划 我觉得才可以帮到整个香港足球 香港的球坛 其实我们觉得市场的价值很大 但我一直都觉得大家投放的资源 去发掘这个市场的潜能是不足够 我们觉得球赛一定要有可观性 球迷进来觉得看球 看得开心 我们才去市场 当然一个高质素的比赛 还有有技术的球员的演出 或者比赛才可以把球迷带回球场 所以我想我们也要积极培养 一些本地的球员 发挥他们的足球潜能 配合香港市场的需要 我们希望可以贡献一点点 我们的能力 为什么会选法国 我这里因为它的水平比葡萄更高 第二就是它的配套设施 和平台比葡萄更加先进 索差这个球员部有92年历史 它们的清分系统在法国系统里面 是长期排在首五名里面的 它们通常一周都认为6至8科 我想是挺适合我们亚洲人 在身体上或体能上的不足 基本上看到我们这次的大力小孩 清醒教练也觉得他们的球伤 或技术很好 但限于身影和体能 在这里能补充香港体能上的严重不足 我想在外国练球及比赛 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就是 第一,我想在身体对抗性 以及在比赛速度的节奏 这一定是很大的帮助 在外面踢球的水平的频率是很高 这一定是最大的帮助 而且身体对抗性 人家是比较强壮的 香港人没有那么硬 年度体力 我觉得那些比较强壮的 不会一撞就飞开 他们的速度也比较快 还有态度 我觉得他们比香港人认真很多 贤仔和Sam 如果他们想过来 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其实你看那天练球 其实他们差不多身形 而他们习惯了过来这个频率的速度 去踢球和对抗性去踢球的时间 他们上到12岁甚至18岁的速率 和对抗性 他们习惯了的时间 我深信他们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 还有你们那天都会看到 其实他们所有青形军 都会有他们的饭堂 他们的饭堂是会很注重他们的食物 吃什么 他们的清晰食全都是吃同一样东西 这东西也很重要 很帮助他们发育的时间 如何增长他们的肌肉 如何令他们作息 以及他们的饭食方面要很注重 而回到他们比赛或训练的情况 这里其实你看到他们有这一件事 在这里和在香港是有分别的 分别第一件事可能是语言上 语言上是一个障碍 但我深信语言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踢球 我相信身体的语言可以解决到一定的情况 因为他们要来到这里 要融入别人的球队 不是别人的球队融入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他们在联系的时间 接着一批小朋友和他们 在一起在一起唱歌 或者做一些很开心 很精彩的东西 其实在香港我觉得这件事很少 他们来到这里 其实他们要知道什么是精彩 因为最终我很希望 他们如果能在这里 透过训练和比赛之后 他们最终可否再大一点的时间 回到香港 香港其实是代表香港队的比赛 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我去看香港队踢球 原来我队里有几个 其实在外地踢球 而征召他们回来 去为我们香港比赛 我很相信你们 甚至在座所有香港的人 看到这件事都会很开心 在国际的舞台上 可以有更高的水准和水平比赛 还有如果有机会 进入香港队 也有机会可以贡献到香港队 相对的,可能贡献会更大 也是想贡献到香港的足球 期望是想回到香港的足球 路途很远的 清分足球不可能是三年的时间 例如我们现在带这批小朋友来 是10岁 到15至20岁 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称为专业 由一个青年球员转化 一个职业球员如果能转化 又可以到一些欧洲的球会 我对香港的足球育肯定有帮助 因为他们可以回去踢香港队 我们希望这个计划 以后不止浦南亚和法国 其他欧洲的球会 例如西班牙 甚至德国、英国 我们也开始接触其他球会 希望提供一些参照的机会 谢谢大家